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高僧行仪 达摩大师一直是中国禅宗所注目的对象 他的故事不断地被传送 而他的形象也不断地被重新刻画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行为的现象 其实早在八世纪 就已经有达摩大师的造像问世 然而当时的造像又与现今的形象 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我们现今看到达摩大师的形象 往往都是同龄大眼 烙腮虎相当令人深刻的一个造型 然而达摩大师真正的造型是什么呢 我们节目很高兴邀请到郭凯明教授 教授 你好 一芬 听好 提到达摩大师的造像形象 这当中演变的因缘是什么呢 请教授跟我们解说 好 那达摩祖师的画像 新圣跟禅宗圣行是有关系的 那他的图像在八世纪 也就是圣堂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达摩图像的出现 那就以现有我们看到的图像来看 宋代以前的达摩像跟一般的弟子像 罗汉像没什么两样 是 可是到宋代以后开始达摩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达摩像的个性 那个特殊开始慢慢出现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所谓的范像 因为达摩是南天主人 所以相对于中国人来说 他就是所谓的范生 那范生他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长相 例如高木生笔 他五官轮廓就比较深邃一点 那这时候有一个人要特别提一下 就是在五代送出的时候的冠修 他是个出家人 但他同时也是个画家 是 他当时曾经画了一套罗汉图 据说这罗汉的形象是他梦中所见的 都是所谓的胡帽范像 长得都比较奇特一点 所谓的龙眉大眼 或者说整个风仪处额这样子 就长得比较奇形怪状一点 可是这样的罗汉像 影响到了后来宋代在画的罗汉像的风格 我们举一个大家都看得到的例子 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 有刘松年所画的罗汉像 他的风格就演习冠修而来的 是 是 那再有一个特征就是戴耳环 北宋以前很少看到罗汉像是戴耳环的 但到南宋以后 你可以看到罗汉像都有戴耳环 那还有一个就是戴耳环 我们现在看到常常 达姆像都有戴耳环 或所谓的风貌 那这个其实是宋代的一个时尚 平民的时尚 但也有一个说法是说 因为达姆是渡海来的 风尘浦浦 后来又渡江北上 所以它一路上都是这样子在云水渡众 所以风貌等于变成是 它一个标准的配备之一 表示说它这样一路渡众 是风尘浦浦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但它其实是宋代的一个流行的平民样式 再举一个实例 譬如说白衣观影像 这也是宋代之后才流行的 然后我们看到的都是披一个头巾 所以我们与其说披头巾这个达姆像 是南北朝的样态 倒不如说它其实是宋代的 这些禅者的一个标准打扮 那再来就是讲到达姆像 我们刚刚看到眼睛瞪得很大 照理说它是禅师 常常在禅作 应该是眼睛半开半闭 或者是全部闭上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达姆像 常常都是眼睛瞪很大 是 有没有 所以这个炯炯有神 这个也是它的很特殊的一点 那这个后来也流传到日本 所以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 达姆的标准 特殊标志 是 感恩教授 有没有 的确 无相无不相 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们的形象 或许已经不可考 但是我想后世佛子更重要的是 要在自己的身形勾勒出这一份 慈悲与智慧的形象 人人熟知达姆大师的形象 童龄大眼 老腮胡 身材可以说是相当的魁梧 然而这出高僧传 达姆大师是由瘦弱的女性 孙翠峰老师来饰演 节目就非常欢喜邀请到孙翠峰老师 是 你好 是 提到您 叫你阿珊 演达姆 这么瘦弱 对 要演达姆 这当中 化妆 服装 种种的花戏 请老师跟我们分享 那个是一个蛮辛苦的一个过程 是 其实刚开始我看到达姆 要演绎达姆的故事 我马上跳过去 我说我没办法演这个大师 演这个法师 其实在我的表演深爱里 我从来没有不可能 只要你告诉我要演什么 我一定是接的 我喜欢接受挑战 可是唯有达姆 是我自己说 这个我没办法 因为她那个 那个法相就已经升职人心了 那我再怎么弄呢 我就是这么的迁细 这么的有事 我想那不可能 光那个外表 一定就没有说服力 但是没有想到音源机会 居然写出了 我的编剧写出了达姆 我想说好吧 那就一定要演了 可是演当中我就在想 怎么样 她到了中原 她在演王子的时候 她在印度 那个还没有绕腮弧的时候 当然就是帅帅的 很帅的一个法师 是 可是到了中原 你那个法相一定要出来 要不然你说服力不够 所以就在想尽的办法 怎样把胡子黏上去 怎样让我的眉毛变浓 这都有办法 那眼睛要瞪大 演达姆我觉得很辛苦的一点 除了要想办法让自己身材魁梧 最重要是眼神 因为她的眼神炯炯有神 然后印度人 她的眼睛又特别大 是… 所以我几乎每一场戏 我都是凳子大眼睛在演戏 眼后有哪个感觉 奇怪 我这一天演完 我的眼睛很爽的 很爽的 然后后来我就想 对 我只要摸摸一开始 我眼睛就开始这样 我就挡得很大 那这个都还可以克服 最难克服的是什么 她那个烙腮虎 那我第一个胡子上去 脸还是太小 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跟我的化妆师 在商量 你能不能帮我伸出 我丰满的下巴 你看 后来大家都要散的 你还要胖 我一定要 然后呢 做了很久 各种的方式都失败 到最后呢 我就跟我的化妆师讲 我最后一个阶段 九年闭关 我一定要有那个 丰满的下巴出现 好 他就说那 孙老师 那我们就在你脸上 灌毛了 是 就做那个模型 然后就 那天 我记得是冬天 我们冬天寒流来的时候 在那里一边拍戏 然后放饭 我没有吃饭 我们两个就 脸上被涂了很多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细胶或什么 就很冰冷 然后坐在那里 要等它干 等它干的时候 皮皮刺 很冷 然后你都不能动 拿下来以后 然后他回去 再去把它再制作 后置 后置 然后再来黏上去了 黏上去以后 但是他会有 他会有那个痕迹 他说痕迹 那我们就胡子黏上去 可是一层胡子上去 痕迹还是在 一上了镜头 哇 穿帮了 大家就在想办法说 糟糕了 这个下巴上去 都看到穿帮 因为他位置 刚好在这里 黏的位置 那就想了半天 想了很久 所以后来 其实我要做这个下巴之前 我自己也曾经跑到了这个 塔摩祖师的这个庙 庙里面 我虔诚地去礼佛 然后虔诚地去礼拜 跟他讲 我现在要演绎你的故事 那这种种的困难 是不是你可以在冥冥之中 给我力量 那我想 我也是弃而不舍 一定要有那个下巴就对了 我怎么样 就一直跟化妆师讲 我不管 我已经到最后一个阶段 你下巴要出来 可是脸上去还是穿帮 就跟我们预想的一样 他绝对是穿帮 后来就神来一笔 忽然间就有一个声音就出现 再黏第二副 再黏第二副胡子 第二副的胡子 我想 已经大胡子了 再黏一个胡子吗 把那个地方遮住吗 好 就黏上去 上镜头 OK 整个大胡子 整个龙眉大叶 全部到位 然后就把整个后半段的戏 全部把它拍摄完成 所以我在想 弃而不舍 是我的个性没有错 是 但是我觉得冥冥之中 我每次在拍高深传 我都有非常非常大的感受 只要我没有退心 是 绝对都会成功克服困难 是 感恩老师的虔诚跟努力 感恩有下巴跟胡子 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孙老师 感恩剧团这样子用心的付出 我想高僧传菩提达摩能够问世 与这一份的弃而不舍 与这一份的恭敬前程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都说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硬化身 而释迦摩尼佛有千百亿的化身 我想诸佛菩萨祖师大德 有种种的形象面貌 也是为了对峙 就拔无穷无尽的众生而已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等会别忘了继续观赏高僧传菩提达摩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